大家好 想就今日政府公布了 關於強制14日檢疫的安排 豁免了某類人士 其實最主要就是 在內地從事生產作業的香港企業擁有人物 或者它的員工 在這裏我希望第一 因為理解的 政府會考慮有部份人士 可能需要往返內地 回到香港時 現在有14日隔離檢疫的安排 對一些在內地有生產從事業務的人 其實是有很大影響 今次公布只是一類人 我覺得就希望這個是一個第一波 之後應該有陸續的其他公布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有很多行業其實都是需要回內地 而他們做的事其實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利益 都是帶來很大的比憶 包括譬如我們 我代表的建設規限界別 也都有不少我們香港公司 在內地設有公司的 香港的人都需要去內地從事有關的業務 這方面都重要 另外很多時候採購 譬如現在來講 那個組裝合成 或者一些預製組件等等 其實很多時候需要我們專業人士 去到當地的廠房 在這方面檢測有關的製成品 是否符合那個要求 這些其實都是對香港 其實現在在發展和建築方面重要的 因為如果不合規格 根本其實不可以運到來香港 所以這方面我希望政府 可以豁免更多這些在內地有業務 而對香港經濟發展帶來利益的有關行業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今天公務員基本上回復這個平時 一般安排的上班時間 我相信很多他們要處理的事情 都積聚了一段時間 因為這個特別上班安排 其實都是一段時間 好似我們很多時候 一些發展、入圖職、要批准、補價 或者一些發展要審批等等 其實都積聚了不少 在這方面希望 是政府有關公務員同事 可以加快步伐 就是清理處理這些積壓的個案 其實因為我們業界都反映了 其實有一段時間 這些基本上 差不多停牌了 包括新入職 或者入職去處理 或者有些付款的安排等等 這裏希望政府都可以在這裏加快去處理 另外第三件事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關於對清潔保安、物管的前線人員的 這個新盧津貼方面 其實直至到四月底 我們處理了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處理了的個案 大概有二千多宗 而我們收到八千一百多宗的申請 現在我們處理了和支付了的有關的新盡方面 已經是超過了一億 涉及的前線員工大概有三萬人 在這裏呼籲第一階段的截止日期 如果大家要申請 儘速在今個月底前遞交申請 至於第二階段 其實包括非住宅那些主要是 包括廠房、貨倉、寫字樓、商場和街市等等 截止申請的日期就是6月15日 亦都希望有意申請那些相關的物管公司 或者是這個業主的組織 就可以在限期之前遞交申請 以便我們可以重促去審核和發放有關的津貼 是 麻煩大家